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陈苏贤 我是缺領太 是 在一个礼拜的行情又结束了 放映到下礼拜行情的话 顶太兄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来 这行情操作车里头 有没有重点的方向 当然有啊 同志朋友 我们现在还有几天就要封关 封关有两个 一个国立的元旦封关 一个是农历的 这个我们过新年的封关 那特别我们现在去想说 存不几天啦 出来接下来剩三天而已嘛 那当然今天因为我们补价的一个上课 上班 那也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有四天的廉价 那现在我们讲说 未来几天当时 实际上那意义不大 我们要展望说 没难过你农历封关之前 看看还有两个月左右 能够再赚一些 这个所谓的红包行情 是现在大家关注的 还有呢 也不要忘了 每一年都有圆月 那圆月效应 那圆月效应到底是怎么样 苏妍你知道吗 每一年那个刚好今天礼拜六啦 比较轻松的啦 比较轻松的啦 那个机构法人啦 他们每年在这个圆月效应 就是说他们也是在圆月开盘的时候 他们会把那个分析师找来 然后就叫他们预测 预测今年会涨什么股票 然后呢 大家讲好的时候签名 然后信封装着 华尔街之人好像有演过 对对对 信封装着 到年底的时候就拆开来 看谁讲得对 就把股票写一写 然后要封起来喔 到年底的时候拆开来 看今年过去一年来 大家有没有猜对行情 结果根据统计六七成都不准 六七成都不准 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分析比较厉害 像这周今天怎么会兑现 马上就要涨停法 所以全世界大概竞争最激烈 应该是台湾的分析师 因为大家都看 都说是当下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这样讲 明年是一个 我整体来规划 明年应该比较有一个 有点区间 区间震荡 明年的好戏在前半年 所以我可能跟我们台湾的分析 是比较不一样 大家这个法人说明年年底 说上抗万点 我认为有机会就在第一季 第二季 就明年的年 这个前半年 因为明年下半年有 我认为有美国升息的压力 我们要注意几个时间点 第一个 这个明年的三月份 就会碰到所谓的 美国那个叫举债上限的 这个一直没有敲定好几年了 那今年上次延到明年 然后没有敲定 因为当时候是 这个参议院还是这个所谓的民主党的 但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个参议参重两院都属于共和党 共和党是反对的 所以三月份有一个波折 那五月份是惯性的时间波的点 那这个就要看看中国股市能不能一路拉到明年的前半年 好那我们 那我们应该这样讲说 最近大家应该知道说我一直要跟大家讲这个飞电子 我认为明年的前半年飞电子股会比较有行情 那飞电子股的行情的话 大家一定要着眼到几个就是说中国股市 因为现在这个 中国股市这陣子因为涨太多了 震的比较厉害 震的比较厉害 还有它的成交量一直现在的 中国这个股市的成交量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交交易的成交量 最大的交易所了 那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的话 这个当然这个明年上半年 大家焦点都还是集中在这里 苏联你知道吗 最近华尔街市场 华尔街的分析 已经很少人在分析美股了 因为美股在历史高点 大概急杀之后就有人买上去 然后高档就开始震荡 也不禁什么 一直在历史高点 所以你看前几天说GDP太好了 美股也是停下来 真的是这么好了 对对对是历年还少见的 那我们看看它的内容好像也还好而已 那现在看了结构 那待会儿我们会来谈谈 这些个股的一个内容 那一样 因为明年是很关键一年 特别我们来 未来两个月先抽一下红包 农历过年 所以有几个东西大家要聊 第一个 你一定要锁定我的Facebook 一定要锁定我的Facebook 那我的Facebook每天一大早就有了 我专达我的分析师 可能没穿我这么紧 我每天说四点起床 我不会骗 四点起床 然后我就要把它看一遍 所以你 那这是什么时代了 这个以前 苏欣你知道吗 二十几年前我们在演讲的时候 在演讲如果跟投资人讲说 什么股票 EPS多少 看来很神奇 记住面 日KD RX安装 老师你很厉害 现在那个都不流行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去拜访公司什么的 然后知道是那EPS预估多少 那时候也没什么法人 那叫法人盖谁啊 网路发达 你任何一档 打一打进去的话 他的EPS全部有了 所以以前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 你会说这个股票 EPS大概预估多少 你老师怎么这么厉害 现在没厉害 因为大家现在都透明化了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我实际上跟大家讲说 老师妹你做股票 第一个你能不能领先市场的资讯 你能够领先市场资讯 我每天为什么四点钟起床 夏天每股是四点钟收盘 冬天是五点钟收盘 你要我要看很多资料 所以能够 如果你能够锁定我的脸书的话 你有一个好处 一大早啊 有些投资人在上班族嘛 是 你怎么有时间看看 你滑滑滑滑 回来一些内容分析呢 你一大早把我脸书 短短的几百个字的话 大概全世界啊 的一些重要的金融商品都有了 你马上知道说 你起什么落什么 就好像这个 大家还在 假如这个国际股市的 这个太阳冷假设是暴跌的啦 你就大家还在讲太阳冷 你会觉得马上有个问号啦 就不用去抢劲 这是一个举例啦 所以我的脸书在早上 早上如果你加入我的脸书的话呢 你到我的粉丝页的话呢 你可以知道 我们跟大家讲的内容是不错的 你有第一手资料 你要就 比较清晰的去上班嘛 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认为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第一手资讯 你一定要最先知道 这个市场上是资讯的时代 你老后就拿到第一手资讯的话 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好 那么第一手的资讯 就好像我们跟大家提到了 很多股票的观念啊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时间波跟结构 所以明年的时间结构是在前半年 我认为就在前半年 因为明年的下半年 联准会就要升息了 怎么可能联准会升息之后呢 那么这个全世界股市下半年 一定会比较差 一定比较差 因为联准会第一季不会升息 但第二季就面临要升息的压力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在时间的架构 你记得一下 一件事 明年的三月份 那就是一个重要时间波 那因为美国这个举债上限 明年五月份 传统五月份到六月份 都是国际股市很震荡的 是不是涨多要拉回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所以可以拼 中国股市会说一个多压力 时间来说再起一个三四五月五五月 也会搞一个考量的中期回档 那说风险才大 所以我们要观察 它的内容结构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跟大家提到 这个观念是说 时间跟结构 那结构涨什么 股票的结构 简单就是两个 一个叫电子 一个叫非电子 那非电子里面还包含金融传产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们现在看好非电子结构 而且明年上半年都有行情 我最近看外资报告 事实上待会我们在下半场 会跟大家举例几档的 国际股市的概念 但是这里很重要 有些东西会冒出来 我们在上半场 这个在进广告之前 先跟大家讲几个东西 我认为这个 这个很多观念的股票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好像我说的 来我们先看看 我们上半场 先把焦点集中在这一个东西 这个叫水资源指数 我认为这一个 因为我们没你 这是常多 我们再讲蓝金 我上半场来讲这个 这个国际水资源指数 国际的水资源 稻穷 稻穷水资源指数 这个 你不要看到这里 这是历史高点 这个是历史高点 明年啊 前几天不是说 经济部还要再召开 礼拜四那一天 要召开这个经济 这个所谓的这个抗旱的这个报 这个会议有没有 今年已经开了三次 短短一个月开了三次 所以明年啊 可能目前预估的话 台湾是十年难得的旱灾 民国九十三年到今天 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旱灾 那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美国你做油业园一大堆 所以未来几百年 连中国大陆现在都在开采油业园了 未来两三百年不会缺油 他们讲不会缺油 但是会缺什么 缺水 这个叫稻穷水资源 水资源指数 他跟他 我为什么这样跟他讲 他跟台湾的像国统签附 他会是有联动的 那国统签附基本上 跟他联斗的机率大概 八成到七成 你说老师为什么少个两三成 你要注意哦 如果电子股是主流的话呢 因为国统签附这个纯粹不是电子的 如果电子股是主流 他们没行情 他涨上来 他们没行情 但是如果电子股不是主流的话呢 这个涨上来啊 因为代表全世界现在流行这一块 那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 你就会看到中国大陆公布啊什么 水石条 那么未来几天当中 在下个礼拜到 或者是元旦初啊 那么中国要公布最严谨的 我们底下要写 环保法 环保法跟水石条 这十兆的商机 这跟台湾会有很大的联动的 大家注意哦 原来哦 全世界 水这种东西是滑跳跳 滑跳跳啊 那中国大陆的水资源更是飙翻天了 都创价新高 甚至历史新高了 原来全世界不只是美股哦 这个就代表美股啊 美股的水资源啊 已经在这个地方 在创历史新高了 你不要看到这里哦 他这里平台整理突破 就整个就上去了 所以这个上半场我们讲说 你要留意啊 我们认为这一块 所带领台湾的水资源概念 应该是属于中长多的架构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进入下半场好了 好 在刚刚鼎仔兄所提到这些 非电子股族群这一块 那么在传统产股当中 暴露在金融 暴露在选股的方向 还有哪些重点呢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先看你的咯 没问题 交给我 大家最期待的抽奖时间到了 现在要抽出的是 媒体速身VIP卡 中奖的是 徐彩云 现在要抽出的是 Panasonic 55型3D联网电视 陈晓荣 老板 知道伙伴们要什么了吧 全国电子 照亮起雷 这群男头的孩子 用柳丁皮自制清洁剂 为村子带来新气象 他们凭借的 正是您在点燃生命之火的捐助 还有许多美丽故事 等待您的参与 第三十届点燃生命之火 邀您帮助弱势孩童 启动更多美好的改变 高家人家作成 把酒给 手要打很多 打完都要打得 这个是 生油兼典身体 早上这点就聪明了 喝湿喝腰 老板怎么会来 真在白白夫妇的 现在是你夾到这台 你又在车上了 早车时间等 咱们还要再一次 三十多 我没状况 来啦 我现在都没穿 吉味福士定 为食道逆流 吉味福士定 一定搞定 末日审判 正义之才 释放神圣之力 神的降临 由喜从此共鸣 战神黎明 吊色 毛躁 脆弱 头发染后出问题 你需要专业的 染法修护方程式 Dr's Formula 横采固色 喜润修护系列 Dr's Formula 来自长庚专业团队 染法第一步 从染前头皮隔离液开始 这个时期 在压房子里买鸡牌 也是一种幸福哦 老板 来来吃两次饭 整天都来喝咖啡来提醒 大一点喔 二十块鸡牌 你是要开箱吗 没有啦 帮同学买的 不用说了 就跟三个半年 你有过会小心吗 老公 要学会照顾自己 好感觉 几位服饰定 我都给你签勉勉勉了啦 为食道逆流 几位服饰定 一定搞定 好 在台股新功率的部分 刚刚所提到是一个方向性的趋势 接下来 尤其在新的一年里头 有哪些掌握的个别问题的重点 丁埃兄 好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水资源 这个水资源这一块 我们先看一下 签付这张股票 签付这张股票 这个是月线 签付这张股票 这是月线 你看之前涨了 这是民国 这是月线 这是月线 签付的月线 九十三年 台湾的严重的干碳 它涨了这一大段 它从十块左右涨到四十几块 这是一整年 一两年都在涨这个东西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如果明年啊 我认为明年很看好 因为全世界这一块 现在是很热门的 很热门的 好 这样啊 记得跟大家说 拜日啦 拜日啦 对 拜日啦 每个礼拜一嘛 我们都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行情 所以今天礼拜六了嘛 你明天就休闲一天 我们再把这个资料整理一下 告诉大家礼拜一 礼拜一告诉你 未来这个下礼拜 还有什么行情的股票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好 那么我们就是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啊 我们从刚才跟大家讲一些重要 为什么我们的操盘工 是属于操盘工具 跟看盘工具的差别 这个很重要 我相信老师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每次去演讲的时候 老师你那个资料做得很完整 我还是我上判场去跟大家讲 资料做得完整 你才有股票市场上这个观念 如果资料做得不完整的话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 资料一定要完整 来看看我们就 我们简单了 今天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操盘工具里面 到明年 我刚才跟大家讲 明年的三月份 到明年的三月份 到明年的三月份 据我们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举债上限的问题 所以一些内容结构会变化 资料跑去避嫌 这是我们 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的内容 那你会看到 国际股市的各个 这没什么 这没什么虚伎 大家都知道 可是这里面有清源油 有没有 有看到这个恐慌指数 有没有 有看到这个生计指数 也有看到美元指数 我们要用这些 包括美国的公债指标率率 包括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稻穷水资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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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稻穷水资源指数 那这些啊 大家统合这些观念的话 投资朋友 你自己想看 你的操盘工具 你的操盘工具 到底这个 这个有没有一个 一个国际股市的 一个内容架构 一般大家都 大家都知道 都是红买绿麦啦 还有月KD 这个KD指标 那种东西我们都有 都有没有什么 可是有没有一套操盘工具 会让你知道 一大早 我们的客户 这个打开电脑 就看到了 全世界重要的讯息 全世界的金融商品 油精啊 汇率啊 什么生计指数啦 水指数啦 有没有 一大早 目前我目前看不到 因为大概没有很像 邱老师 他每天四点起床 大概同业可能说 上班都还迟到 搞不好 对不对 那我们一大早 就把资料做好了 那这是第一关 那第二关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 第二关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当天 当天啊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当天 的收盘之后的内容 你看从苹果 从苹果 有没有 我们稍微照几点 苹果 那也像什么 这个叫PA功率放大器 一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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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veo 这个跟IC设计金边有关 有看到 Korea 美光 有没有 还有看到再往下照 有Tesla Tesla 这个Model 被这个高盛 调降销售率 销售情况 很多 包括这个3D列印 跟自行有关的 他的合作伙伴 还有一大堆 太阳能等等之类的 包括阿里巴巴 这个才两个月之前 才上市的阿里巴巴 还有美国 如果遇到 遇到这个 这个 这个像类似SARS 像这个 Epora病毒的时候 防疫概念股的表现 还有呢 这个阿里巴巴 都有 Google 什么都有 那为什么跟大家讲 你有这一套工具的话 一大早看了 你就知道 哦 十晚了 美国去什么 这个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长什么 这很清楚 当然最热门的 全台湾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会去研究中国股市 你看我们的中国股市 这个就是中国股市的内容 你看我们这套操盘工具 中国股市 电子商务的部分 代表什么 那么多 还有呢 我们看到游戏博彩 电子商务 还有呢 现在这一些 创业板暴跌之后 有没有 创业板已经跌了一大段 有没有 我们看到水资源的概念 是哪一些 水资源的概念 还有呢 中国石油 那两桶 还有一个中国石化 有没有 这证券股 中国铁建 等等之类的 创业板指数 还有中国大陆的分析 股市的分析 这个大概是全台湾 大概也只有我们认真在做这个 我说过 所以我们叫 开场白叫什么 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完全就是在这 那你有这些东西呢 你就可以很好做了 那我们上班长 不是跟大家讲 到底国际股市 是在起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上证综合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 你看上证综合指数 已经是 因为它现在涨到三千点左右 那法人认为它会涨到五千点 这个成交量已经变成了 港负直通车之后呢 它变成全世界最大量的地区 投资朋友 资金一定是跑到最有效率的市场 但是上证的内容啊 电子股的部分很少 上证主要是内需 所以我最近的中国大陆 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 施路啊 施路啊 又再来啦 什么叫施路 在三百年前啊 中国大陆通往现在不是叫施路吗 现在也叫最新施路 靠铁路来通 铁路通通往这个 这个西伯利亚通往这个印度 都是铁路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铁公鸡 都已经飙上来了 大家注意一下 铁路公路基础建设 但是啊 这个就是我要大家做一个比较法 我们来看一下 创业版 创业版啊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跌掉了10%了 你看创业版指数 这个是创业版指数 这是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就是我们的OTC 就是以电子物联网部分的生计做主要的 跟我们OTC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而且他们是物联网之大宗 你看这个 就是说我们刚才从两个画面来比较 就是说大陆股市在涨内需的概念 可是却大跌电子的概念 这样也通了 好你说老师 这个这样说怎么会对呢 对吗 我们再举例给大家看 我们再来举例 这张股票我们再来举例一下 像这个美国股市当中 这个谷歌 谷歌的话 谷歌的股价已经跌掉了 跌到了两二到三年的这个低点了 跌到两年的低点了 一年的低点 IVM跌到两年的低点 苹果就差那么一点点 苹果的股价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所以以这样的架构来看的话 国际股市的在元月份 接下来的这个隔年的之后 至少第一季啊 可能全世界的焦点 第一个不在美股 第二个呢 对高科技股大家要小心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蓝筹股当做钢铁造子 也飙翻天了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观念 就是大家的观念 一定要很清楚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 如果你在解释 这整个股市当中的话 你一定要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要有一套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操盘工具 这个操盘工具呢 就是跟靠盘工具是比较不一样的 你必须掌握它的要觉 掌握它的要觉 那我们就来看看一些股票 来做一个代表 叫1304的这个台具亚具 亚具1308 我们这个亚具 那我们来看最近啊 这个相关的股票到底 你看这个 这个叫亚具 你看看 这个叫亚具 你看看亚具 你好久 好久没看到这个东西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亚具哦 传产哦 传产哦 你多久没有看到 传产是这种表现 我经常跟同事讲讲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传产这个股票市场上啊 人家说风水流流转 现在已经慢到来到 这个所谓的非电子股这一块 这是亚具 我们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 这个2603的长容 2603的长容 你看也是 你看涨了一大段 2603的长容 也是涨了一大段 长容又涨了 上个礼拜我去演讲的时候 投资朋友问我说 老师 他做股票二十几年了 没看到 又是长容连续拉两天涨停的 是不是 你这样通了没 传产已经慢慢的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 最近涨的 1710的东莲 你看 也是这样啊 你不要看看 东莲啊 从这21块涨到27块了 他没有长得比什么玉金光少哦 没有哦 同一个这个位置在8500点哦 他没有长得比玉金光 这个叫东莲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光 不然我们再打一个3406的这个 你看 他一样啊 他是比较晚动 这个叫玉金光 玉金光长这样子 玉金光长这样子 可是玉金光跌到这样子 他的涨幅啊 像东莲啊 亚聚啊 没有长得比他们少哦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千负 千负 有没有 千负这个 从26块涨到37、38块了 这个也是四成哦 没有长得比玉金光 那些什么电子股长得少哦 可是现在他们才正要动而已 我之所以跟大家讲是说 大家在操作的观念 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你说现在的格局已经转到 这一块了 我们再来 我说这个焦点 现在就差一个什么 差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金融股 金融证券股啊 这个 所以我说金融证券股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这一档 我刚才私底下 还在跟这个苏贤聊天 我说这支股票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抗空电子股 做多非电子 而且我即将说即将接办 金融传产十年磨一件 为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已经逐渐 我说这有人在吃货 那为什么选他呢 老实朋友 就是我说了 你如果说你高线 这几档啊 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三档营 看没人听到 这十几档啊 大家搞不清楚 因为他有一些都变金控了 那为什么这个股票那么重要 第一个 他不是金控公司 早几年啊 大概十几年前啊 大家都听过叫三桑营 三桑营就是意盈 华营跟什么 跟这个张营 现在义盈跟华营都变成金控公司 股本太大 以前说三桑营 三桑营随便一档拉的话 三个全动了 那现在只有他不是金控 所以他今年啊 这个这个跟台新金 财政部跟财经在争夺这个股权啊 真的争夺的很凶 那么台新金是买在二十五块 你说台新金要卖也不可能啊 他买在二十五块啊 谢昌宁这个行政院长的时代啊 那他买到那么高 所以他不可能卖 那但是他股本只有三四百亿的话 只要他一拉动 就可以拉动 同时间拉动 意盈跟华营 所以我认为 他代表 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谈的 就是在大家一直在谈的一件事说 业内主力到底要回来吗 到底要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看这个 这个1308的 这个都已经长这样子 有没有 这亚聚啊 亚聚都已经长这样子 亚聚都长这样子 这是亚聚 你看那个一是 一是四七的 有没有 这个啊 这个啊 力棚也都带量开始攻了 你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个样 力力棚都已经动了 那差一倍 就是说 我们要确定啊 金融传产 甚至证券股啊 为真正的多头主流的话 其实观念就在他 我认为他已经有人慢慢在出 在吃货了 所以重要的时间点 就在于观念的问题 特别人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你才能够做好这个股票 我们再把这个画面 看到这个 这个2801的张银 你看我们这个操盘工具的话 他在旁边会告诉你什么 解说 多方进场 张银多方进场 有没有看到 张银多方进场 都很清楚 张银的多方进场 整个架构非常完美 就是我们的操盘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K线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 他不但有指标 也有说明 还有呢 更担心投资朋友 对这一块啊 你是不是说老师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机会呢 我去跟大家讲说 张银这个不只有 因为我们这个文字 也有跑出来了 我们这里还有文字 来告诉大家 他终多转强 所以张银就这样默默的 有人吃过在涨上来了 我讲的是他这个股票的概念 这个概念中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 在明年开始之后 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个转折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说过 掌握全世界 现在的主流 是在非电子股这一块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赚到钱 你要掌握全世界的产业结构 一样的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现在跟大家讲 讲的就好像我说的 非电子的族群 已经开始飙上来了 明年上半年 还有更好的行情 你先不要管那么多 你先把握农历过完年之前 然后能够提前布局 做一个卡位的动作 然后一起共创这个 双赢的一个政策 如果可以的话 赶快跟我们做一个联络 跟我们做一个联络 下一档标马股 即将要开标了 请跟上来 好 先谢谢鼎泰兄 在整个选拟策略当中 还是一个重点 我们下礼拜 我们支持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